山上高峰 啥玩意的 这个石头状房 搁起来自烈火的似的 挺好的 这个我留的 你留着吧 嗯 昨天你留成明星了 哈哈哈 走到哪里找人稀罕 还挺像个样的 还知道我前看 看镜头 看镜头 哈哈哈 你留着回家呀 哈哈哈 哎呀 啥都这么听懂 回船上去吧 去吧 死了好久死尽上不去 来 我助你一臂子力 嘿 哎 看这前面的路上 哇 你这龙卷风啊 这是 我的妈 这炫的还挺大的 你啊 看 青岸公路到这就结束了 啊 欢迎您下次再来 祝您出行一路平安 哈哈哈 啊 跨过这一步了 这青岸线就完事了 走完了 结束了 总而言之这青岸线走完了 就一个结局啊 一句话概括了 难受我 巴士的难受我 哈哈 哈 前面就到哥尔木了 这从上西藏到出西藏 这一会儿也一个多月了 车也跑了不少公里处了 又进行第二次保养 到了哥尔木 这是咱出西藏第一个大城市 在哥尔木给车做个保养 然后再接着聊 哎呀妈不容易啊 咱现在终于到了这个 义运客的售后点 这是哥尔木 这边这售后点还挺大的 把车先做一个保养 下来的时候那个刹车灯 显示那个 刹车片不行了 估计看一会儿还要换一组刹车片 看看从青藏县下了一路 这几天的垃圾一点都没丢 全在车上带着 因为这一路都没有看见有垃圾箱 就全部装一个方便袋的 现在带到哥尔木了 一会儿保养完车出去看看有垃圾箱的话 把他们再丢掉 我是流浪傻妞 一个喜欢到处最流浪的傻丫头